在精神不好的時候泡一杯的三合 他的咖啡來喝 確實是很方便 不過現實是在外面 有沒有誰人泡 你喝就要特別小心水囉 因為有可能會去喝到毒咖啡 他這一次他那個咖啡包是用 二三級的毒品下去混合 其中包含了還有那個 搖頭碗還有那個Ketamine的成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此要呼籲就是說 一些年輕人到了KTV 或是到了那個夜店的時候 不要喝那個來路不明 或是說讓這個飲料離開自己的視線 這個毒咖啡的問題 在和蘇加基幹事件加嚴重 導臘公共也緊去刷牡 抓到電信嫌疑 並且敲出160包的毒咖啡 還有兩支的改造親戚 導臘公共表示 這個時候敲出的是二三級的毒品混合的咖啡包 對人體危害很大 因為本案是接貨線報 那在昨天依法申請搜索票來執行搜索 那現場有查獲兩支改造的長箱 還有160包的那個Ketamine混合 它是用這個Ketamine混合的那個咖啡包 那目前這兩支我們經過測試 出篩是有那個殺傷力 那那個犯險本身 他是講說他因為無聊好奇 所以來改造來試打試玩 沒有想到說威力這麼大 因為這個毒咖啡都是用 第一名的咖啡品牌來嫁 所以很難分辨 對處大人分教也好友大家 出入唱歌頂頂的公開頂層 應該拼命任人了 還是要呼籲就是說 那個年輕人 在出入這類的場所的時候 還是要特別的注意就是說 慎選朋友嘛 就是還有盡量不要去 去流連這種夜店 流連這種KTV 這獨咖啡酒喝一包 就會讓人真心變得不清楚 容易發生異果 所以京方也在處好用 特別的東西沈滿不坦克 表面造成中心的危險 記者很真心 藏寶寶 傳染官員